9. 經濟日報 護心股市大幅波動相關商品 當日衝銷易度增6股 權政趨返公號 2015年7月12日權民搶百萬S十名 司港平民流得而上週全球股市焦點 一是在大氣拖棚的希臘公投與債務問題 一是官方猛下交易的暴跌有暴漲6股 尤其是6股 因停牌價數超過掛牌的一半 造成嚴重流動性問題 外資資金卡主只能賣其他市場股票因應投資人足回 6股股災因而在8日曠山映及全球股市 同屬大中華與新興市場的台股更是直接成為外資提款機 大陸官方隨即下猛躍 上證指數在9日從低點3373點反彈 10日最高到3959點 2個交易日大彈17% 以收盤價計算也大漲10% 令人窄死 面對6股的大幅波動 對淺碟型市場大喜大樂司空見慣的台灣投資人淡定 還值此再將6股當日衝銷的熱度 相關權證也跟著熱落 這次造成6股多薩多的主因 台灣分析師認為 主要來自融資槓桿過大 一預停牌措施 投資人求現還款 只好撼出微停牌的個股 導致股災難以壓止 6股融資最高是在6月29日的人民幣2.26兆元 最近減至1.45兆元左右 減幅3.5 有6股分析師認為 6股融資原額已減至3月起漲點3600點附近 理論上 融資虧損盤以基本出清 6股也因波段跌幅高達3成 加上大陸政府緊定調控市場秩序 月股6股應逐步回穩 台新投信投資長莊明書則認為 以台股最近二次股災經驗 金融海嘯的2007年10月30日 由9859點開始下挫 到2008年11月21日最低3955點指著 跌幅達59.9% 對照融資源額 則是從2007年的10月26日 4172億元到2008年11月24日的1159億元 減肥幅達72% 目前連結六股的E.T.F.包括保護心0061 F.H.護心006 2007以及F.B.上徵006 2005元上徵006 2006前兩者連結上海和深圳股市 後兩者緊上海A股 這四黨都發行有權政